一个新的话题,说明文的写作 我们以前主要聊的是应用文 像申请书,还有求职信 这些都是我们很常用的应用文体 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说明文 这里 有两个小问题 什么是说明文 比如说 看这些字 我理解这个说明文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 要向上级求 什么帮忙 然后给他们解释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不是吗 不是 是 是 不好意思 我给你解释了 我现在在讲的故事 觉得什么是说明文 我是想关于说明书 可能就是说明文和它有关系 说明文 是这样的 说明书它是属于应用文 当然了说明书当中 会有一些对这个东西进行描述和说明的文字 但是它属于应用文 我们知道应用文 它都有自己很固定的格式 而且对格式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我们今天聊的说明文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对比如说 我想请你介绍一下莫斯科 对莫斯科它的位置 它有什么漂亮的建筑 它的历史 它的文化 这样的文字就是说明文 我们可以对一个城市 或者对我们窗外的树 对这个树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它进行说明和描述的 我们都可以叫做说明文 对动物 植物 或者是一个事物进行说明或描述的文章 我们叫说明文 我这里是给大家准备了一篇完整的说明文 它是两页 稍等我会把这一页材料发给大家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说明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学习 如果我们理解了什么是说明文 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的重点是 第二个问题 说明文应该怎么写 说明文的概念不难理解 我给大家介绍了 大家一看这些材料 你就知道什么是说明文了 但是我觉得重点和难点就是 说明文应该怎么写 好 先看看这一个 是两分 是两分 这是一篇介绍中国菜的说明文 它的文字很多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 一二三看第三段 川彩 一三看 都是一条 三看 一三看 一三看 三看 一三看 四看 三看 中文字幕——YK 已经看完了 里面会有一些新词 比如说超手 超手这个词我也查了 原来这里的超手就是我们说的馄饨 我当然吃过馄饨 但是我看到超手的时候 我还是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这样 我是想要帮助大家 对说明文有一个印象 我们遇到那些新的词语 你当然可以把它标注出来 我们现在先不查这些词语 我也先不给大家解释更多的新的词语 我们先来对什么是说明文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是说明文当中的一段 这是说明文中我们经常用到的 经常用到的这样对它结构的一种处理的方法 那关于说明文怎么写 包括我在准备这份课件的时候 我也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我觉得不管是写作文还是做任何事情 真的是万事开头难 可能写作文的时候 我们会更强烈的感觉到 真的拿起笔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开始 不知道到底要写些什么 那这里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相关的内容 开头 大家可以写这部分内容 比如说第一点 可以交代一下写作背景 写作的目的 还有写作的意义 也可以表明文章的主要话题 或者是主要内容 以及顺序 你都可以放在文章的开头来写 谢谢大家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 他们愿意去读 我们还可以帮助读者 了解文章的内容 以及整体的结构 完成的内容 切成大型的内容 切成大型的内容 小峰 切成大型的内容 要不要把面包处理 切成大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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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一句话是,好的开头是成功。 写文章也是这样,如果开头开得好,你这篇文章就会很吸引人,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我想我们可以先从学习别人的非常好的文章的写法入手。 这里给大家选择的是我国,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叶胜桃,他也是一个教育家,叶胜桃先生的苏州园林,苏州园林的一段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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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大家看完之后 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你觉得他的这篇文章的开头写的怎么样 你觉得哪些地方值得你学习的 我这里给出了这个词语的解释 唐若 很书面语的一个词语 也是古代汉语一个词语 我们现在更多的说如果 当然在写文章的时候 特别是在文学作品当中 我们也仍然使用唐若 大家有去过苏州园林参观的吗 已经去过了 去过 太好了 我给你看照片 去过 我们都去过苏州园林 真的很漂亮 我们要是一起去苏州园林就好了 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段话就很容易了 大家看完了吧 请大家说一说吧 觉得他这个态度写的怎么样 很欣赏这个说明文 因为其实很简单的意思 苏州很漂亮 有那么多话 作家用这么多话来说 苏州园林很漂亮 他说了很多话 这么多话其实就一个意思 苏州园林绝对不能错过 所以我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一天要闲这么多 我理解没办法 这是一种文学上的手法 一种本事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本事 说很多话的本事 而且是他在从各个角度来表达的时候 这些句子不是重复的 他们只是围绕着一个意思 用不同的词语和句子来表达 我觉得这是大本事 其实我也做不到这样 有的时候我想要让别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可能我做的就是重复一下 至于你说的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 当然我们有给大家发的这页纸上 这可能是你更喜欢的这种文章开头的风格 开门见山 直接去说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么多 他也是他其实他没有在绕弯子 他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了一下 苏州园林的重要性 说了很多 最后其实也是强调 因此是如果要见上中国的园林 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 我们都去过 苏州园林 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参观吗 嗯 好 这里准备了几张图片 大家已经亲自去参观过了 可以直接跳过 这是另外一种 开头的方式 看得清楚吗 或者我可以板子 板子调大一些 我看得清楚 如果你们清楚 我也可以 哦 不用理想 或者可以坐在这里 可以了 这样我们请谁来读一读 谁离得近谁来吧 在日本有一种很像中国武术的武道 为什么在武以外还有道呢 这就是表示练习 武也是一种人生的道路 练习武的同时还应该学习做人的道理 所以日本的各种武道 武道 比如公道 是吗 对 剑道 一会儿有图 剑道 剑道 空手道 对 空手道 甚至 像扑道 像扑道 都很重视语节 其中 最重视语节的 就是 剑道 怎么样 有遇到一些拦弄虎了吗 一些新的词语了吗 不是新的词语 新的概念 新的概念 什么是空手道 一会儿有图 像扑道 有图 有图 我们要不先来看一看 公道 剑道 公道 剑道 还有空手道 一看图你们立马就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 这是公道 这是空手道 这是像扑道 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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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评评这篇文章的开头 这个开头很好哦 是什么 告诉我们剑道的内容 告诉我们剑道的内容 其实 他从舞道开始 然后描写了各种各样的舞道 各种各样的舞 舞道 舞道 然后才写了剑道 在前面的一个文章 先写了 直接就说宿州园林 有很多处 这是两个很不同风格的开头 我们很难说哪个好 哪个不好 只能说 可能说你更喜欢哪一种风格 其实 我会说第一个是跟文学一样 但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专业写的 专业写的 是他专业 非常了解 对这些舞蹈 他非常了解 专业不会写 懂专业的人 专业的人 专家 专家 我完结了 给你提个醒 很喜欢这个 心愿你觉得呢 我喜欢两个呢 我喜欢这两个 对这两个 因为每一个有特点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 对都有自己的特点 这都好 安娜老师 点评一下吧 我都喜欢 我觉得这是两种 因为文章的内容不一样 不一样 第一个描述的是原理物 第二个是舞蹈 就是他们方面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开头也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所以文章的开头不一样 我觉得也可能跟人有关系 有的人很喜欢 开门见山 有的人很喜欢 用从各个角度来强调的 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一篇文章 他们就是 怎么说呢 描述的是 跟自己的感受 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他就是 开头的时候 就是他说 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就是他的主观感受 主观感受 很多 这篇文章就是 好像要描述的是 更专业的 就是更具体的东西 所以他的开头 就是这样的 就是和主观 很不一样的是 他给你的感觉 是更客观一些 是 就是准备了 另一篇文章的开头 当然这个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参观过了 去北京 去中国谁不去北京呢 还没有去过中国是吗 不是 我去过台湾 去过台湾了 北京去过吗 没有 去北京谁不去参观故宫呢 我参观了台北的故宫 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 好 这里介绍的是 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 宝贝里的宝贝 都在台湾 台北的 真的很值得一去 是不是 第三种风格出来了 和前两个都不一样 你喜欢哪道菜 先来点评一下吧 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词语 比如说 宫殿 了解是吗 建筑群 好 没有问题了 嗯 好 没有问题了 嗯 各位老师来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吧 你觉得怎么样 或者你可以说它好的地方也可以说它你觉得不太好的地方都可以 今天从你开始写的很美 写的很美 要说什么 评价这么高 可惜不是我写的 也可惜我写的 不是我写的 也不是学生写的是吧 哦对对 这不是学生写的 对对对 这是从书里找的一段 要找到这样一段文字很不容易 有很多内容 有很多内容 比如说明晴两代的皇宫 明清 明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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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暂不发表任何评论 这好像是一种怎么说呢 就是你去某些地方你要你先就是网上创资料的时候 就是要去哪些你先古迹的时候就好像有点像这种的文章 嗯 就好像在在网站 比如说故宫博物院的网站主页上 嗯 就可以找到了这样的是文字 百度知识 嗯 百度知识 嗯 应该有这样的 嗯 嗯 嗯 对对 如果我们用百度 嗯 大家输入故宫博物院 输入故宫 输入故宫出来的是北京故宫 嗯 直接输入故宫就可以了 然后你会看到 真的我们可以看到有文字有图片 嗯 嗯 很多很长很丰富的很详细的一些介绍 但是这篇这个它不是百度知识里面的 但是你可以把这篇文章百度出来 嗯 这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我只是把它的开头拿过来了 嗯 这篇文章以后介绍的是开头的 嗯 它描述的内容吗 就是 对 这是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故宫博物院 那我再开头 以后 以后它要介绍 故宫 就是故宫的 呃 良代 良代的历史吗 然后要 描述的是 它的建筑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 嗯 你知道大家现在手里拿到的是一二二是两页的 嗯 我还准备了这个这个打印出来一二三是三页的 而且里面用了很多的一些大量的一些我们可能平常不太接触到的词语 嗯 所以最后我想了想 先不用它 嗯 嗯 嗯 对 你这个 嗯 我中间插了这句话 嗯 因为我当时确实有考虑过把这篇完整的文章给大家看 下面介绍的就是 你就是 你去故宫参观的时候 那条完整的参观路线 嗯 比如说我们先介绍的故宫 呃 总的介绍了之后 接下来他介绍的是 故宫的城墙 嗯 它有它的城墙 城墙有四座门 这四座门分别在哪个方向 叫什么名字 然后它那个主要的城楼 城楼上有什么建筑特点 他都做了介绍 介绍完了城门之后 接下来他就介绍 就沿着那条中轴线参观 你会看到一些什么 嗯 它是那个样子来写的 就是按照你去故宫参观的路线来写的 嗯 就坐着跟我们一样 我们走的都是一条路 嗯 从南门进 神武门出 武门进 神武门出 就是从 嗯 南到北 这样的 这是 刚才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嗯 哦 字有些小 好害羞 可以 嗯 麻烦 没 没什么区别 没有 没有 眼睛不好 没什么办 嗯 谁进谁先来吧 嗯 秦月 你离得近 你先来 嗯 嗯 紫禁城 的城墙 十五度高 有四座城门 南面 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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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面 神武门 对 东西面 东华门 西华门 嗯 工程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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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形 对 这是长方形 嗯 嗯 战地 西十二 坊尼 平坊尼 啊 平坊尼 有大小宫殿 70多座 嗯 房屋 九千多间 对 是这么说的 九千九百 九十九间 城墙外 是五十多米 宽的 护城河 城墙的四脚 四脚 四脚 对 对 四脚上 各有一座 玲珑 玲珑 奇桥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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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 建筑全 规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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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丽 壮丽 建筑啊 精美 布局 统一 集中 体现了 我 国 古代 古代建筑 艺术的 独特风格 哇 嗯 嗯 谢谢你 这是第二段 第一段介绍了之后 接下来 介绍的是城墙 我们也可以点评一下 嗯 从 这段 啊 这段 中文 我 才知道 嗯 才知道 怎么回答我儿子的问题 我儿子 你儿子的问题 对我儿子的问题 哦 我们要不要来听听 儿子问 儿子问了什么 对 我和他一起 呃 常常看 嗯 那个 真幻传 哦 真幻传 哦 真幻传 嗯 他常常问我 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 妈妈 为什么 这些姑娘们 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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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去 都不会跑出去 哈哈 对 因为她们的生活 嗯 嗯 不容易 有很多 困难 困难 有 不好的人 会欺负她们 是的 我猜 得知了 城墙 是米多高 还有别的 还有护城河 这个说不了 哈哈 爬不出去 也跳不出去 也跳不出去 就算爬出去 跳出去了 还有 你还得会游泳才行 哈哈 没办法 嗯 嗯 还有十位 嗯 嗯 嗯 更有意思 嗯 嗯 而且觉得你儿子的问题 也很有意思 哈哈 好 我们接着点评一下 嗯 很多 内容有很多 知识 让我们知道很多 有意思的 东西 介绍的很具体 嗯 并且这边的 写课文的思维 和以前的一样 从北京 在北京的中心 有一个 紫禁城 然后在这儿 先说紫禁城的 城墙 呃 城墙 嗯 说城墙有四 四门 四 四座 四座门 嗯 然后 再说里边 嗯 里边有什么 嗯 就是很有逻辑 对对对 是不是 他的条理也非常的清楚 嗯 嗯 我们觉得他写的很有知识 就是写了很多知识 嗯 我想 也和他用了这样的一些方法有关系 我们来看 嗯 他十米多高 七十二万平方米 嗯 七十多座 嗯 九千多间 还有五十多米 是不是 这样一些数字的运用 会让你感觉到 你对他的理解更为具体和真实了 嗯 这是说明文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因为说明文跟 嗯 文学作品很不一样 你要很客观真实的去描写它 当然了 就是你自己的感情也可以放到里面